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继承了母亲已故王妃戴安娜的遗产 哈利说 如果没有那笔钱 我们不可能顺利地开始新生活 而之前已经有媒体报道过 当哈利和威廉王子按照遗嘱要求继承戴妃的遗产时 这笔钱的数额应理财公司的合理投资 预计已经超过了2000万英镑 约1.8亿人民币 靠着戴妃留下的家底 苏赛克斯夫妇度过了到美国最初的艰难岁月 然而戴安娜王妃在活着的时候 一定不会想到哈利和威廉如今的兄弟系强 更不会想到他和英王室会闹到今天这样剑拔奴章的地步吧 可以想象的在帝王江作为不能成为未来国王的孩子 一定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无奈 但他们也享受了常人没有享受到的财富和特权 尤其哈利可以说她是一个蛮幸运的孩子 她曾经是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最疼爱的孙子 而她的外征祖母也因为她的处境分类地联系她 据最新外媒报道 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 就因为王位继承造成的这种尴尬现状 专门在遗嘱中说明要留给哈利更多的遗产 女王母亲和她的孙辈曾孙辈的关系都很密切 在她去世前对于孩子的未来也有诸多的考量 她把自己的一大笔钱存入了一个信托基金 让她所有的曾孙都能从中受益 尤其是老人家还在遗嘱中专门说明 哈利将获得比威廉更多的财产 据悉老人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就是考虑到两个外孙未来可能面临的实际经济状况 因为一旦女王去世 查尔斯王子继承王位 威廉王子将会成为新的威尔士亲王 而成为威尔士亲王意味着 未来将会继承康乌尔公爵领地 而康乌尔公爵领地则是王位继承人的 公共慈善和私人活动提供资金的私人地产 甚至包括现在剑巧公爵夫妇办公室的运营费用 令人羡慕的凯特米德尔顿的制装费 当然了 哈利和梅根退出王室前 梅根的高额制装费 及他和哈利的办公室运营也从这里出 不过哈利在之前的访问中已经提到 查尔斯已经切断了对他们的经济资助 落跑王子还专门提到 就是因为这样才让他产生了和Netflix 及Spotify合作的想法 哈利说的也很朴实 我想要的只是足够的钱来获得安全感 保证我家人的安全 有媒体报道过 查尔斯王子和他的两个儿子的关系 从来都是复杂的 除了是他们的父亲外 他还是他们的亲主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但19年前去世的伊丽莎白王太后 一定也无法预料到 多年后他疼爱的小外孙 会让他年迈的女儿头疼不已 还给阴王室带来了巨大的震道 接下来是38年前 戴安娜出访澳大利亚 戴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人缘好极了 戴安娜很美 她也曾温柔可爱 俏皮靈动 她被称为英格兰永恒的玫瑰 一点不差 她美丽容颜的崩塌 完全是被乌七八糟的情感生活 一生生压垮的 而戴安娜最美的时光 其实也短暂 大概就是从结婚的 1981年到1990年之前 往后她的美就逐渐不同了起来 1983年 戴安娜出访澳大利亚 首战即大获全胜 年轻王妃的美丽和魅力传遍世界 她独特的亲敏感和以往那些只会微笑挥手的贵族不同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看到了戴安娜的局促 更看到了她的真诚 于是戴安娜的人员好极了 好到她自己都无法理解 她不过是做了一个普通人 而这份普通恰好就是真实 当年去澳大利亚出访时 戴安娜生下威廉王子不久 年轻的妈妈不想和孩子分开 执意带上了五六个月大的小威廉 或许也正是因为此 戴安娜在此次出访时心情大好 衣服换了一套又一套 全是粉嫩的颜色 在澳大利亚受到了空前绝后的欢迎 这衫淡黄长裙 是她和查尔斯外书才观穿的 垂垂的面料 简单的款式 腰间一束尽显风情 配上铜色的遮羊帽和低根小白鞋 戴安娜总是美得这么自然 不得不说做王妃是要有天分的 戴安娜虽然一直被诟病没有学历 文化水平不高 但这一点也不耽误 她做个受人爱戴的王妃 首先 因为她自带贵族光环 本来就是斯宾赛家族的娇女 从小耳濡目染贵族气息 她不愿意学 并不代表她不会 那种骨子里的优雅大方 少加注意就会自然表现 其次 就因为她足够的接地气 这是历年来高高在上的王子公主 所不具备的品质 她们为了保持神性 总是端着架子不够言笑 之前 有写过贵族小姐 爱跳现代舞的故事 这位贵族小姐 就是因为在剧院 穿着宽松长袍 光脚跳舞 露出了与平民百姓无异的大腿 从而被国王惩罚 戴妃不同 她当时还不会作戏 更不懂舆论能带给她什么 她做过接地气的工作 替夫人打扫屋子 在幼儿园看孩子 她也和几个年轻人 共同生活在一个公寓 在她眼里 自己和人群并没有什么不同 可以握手 可以交流 可以分享各自的故事 就是这份浑然天成的统领心 让人们不自觉地亲近 这位美丽的王妃 并且从她身上找到力量 这也是为何戴妃 一直不放弃慈善工作的理由 这是她的本能和特长 世间还有很多美丽王妃 可再也没有明媚动人 又带着世俗忧伤的丹娜了 她的忧伤很世俗 父亲重男轻女 母亲懦弱自私 童年缺乏安全感 少女时缺乏赞美 所以她才会明知 查尔斯心中有卡米拉的位置 还是奋不顾身地嫁入王室 她不如姐姐莎拉明智洒脱 是因为她没有姐姐那份自信 她需要这个头衔 这次澳大利亚之行 让民众见到多方位的丹娜 她可以正装出席晚宴 和查尔斯深情共舞 也可以穿着蛋黄长裙 诗诗然走在人群中 和孩子们和工作人员大方交流 但她这样做的副作用就是 让查尔斯面上无光 人们只知有王妃 而不知有王楚 总观查尔斯的成长经历 她是个可怜人 强势的父亲 淡默的母亲 加上王楚的身份 她作为工具人长大 好不容易娶个老婆 可以单干了 老婆又抢尽了风头 自己又沦为背景板了 查尔斯王子当年有豪情壮志 所以她会介意 谁在前谁在后 群众为谁欢呼 如果她能遇见自己 当了一辈子王楚的未来 估计当年就不会介意那么多了 这一次出访是转折点 戴飞不再被围困在工墙内 媒体铺天盖地的彩虹屁 让她了解到了自己的能量 她又回归到民众中去 首秀的女王曾对她说 你就不能找点漂亮的事情干个吗 女王眼中漂亮的事啊 大概就是赛马打猎喝下午茶 可戴安娜对此毫无兴趣 正是她不爱干漂亮的事情 让她和家人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成为他们眼中的叛逆王妃 三个月 前面有什么叫她